好 接下來我們來提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比較特別 叫boundry 就是建立邊界的一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 它主要就是用來找邊界 那只是我們衍生用它來 把邊界找出來之後 用來量面積 或者是用來量走場 那沒關係 那個等一下後面會提 我們先看一下怎麼用 首先這個指令叫boundry 叫BO 它很簡單 就打BO 確定 這樣子 那預設呢 直接按這顆叫點選點 那你把滑鼠靠過去 它其實有跟你講 請你點選內部點 什麼意思叫內部點 例如說 我想建立一個邊界 像這裡是一個物件 這裡是一個物件 如果我想建立另外一個物件 是這個月亮型 那你就可以用boundry 去幫你描出來 它就變成一個新的物件 所以boundry內定是產生聚合線 BO 內定會產生聚合線 而且畫一個新的 所以你看一下 內定產生聚合線 那我要在這裡畫一個 所以內部是不是在這邊 所以我點 點選點的時候 我就點這裡 它就找到邊界 找到邊界 按下確定 就結束了 那它就畫了一個新的出來 畫了一個新的出來 這個新的畫出來之後 舊的 是不會被改變 也就是說它找到內部點 然後畫一個新的出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 我點在這裡 點在這裡 是不是就找到中間這個 那一樣可以把它給 再搬出來 總之它就畫給你嘛 那但是當你有兩層以上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了 如果我點在這裡 點在這裡 是不是只找到那個圓而已 因為它找到邊界 是不是就不會再找出去 這比較容易理解 我取消 取消 但是如果我點在這呢 點在這 就會變成 裡面的圓 你也找到 外面的這個月亮型 也會找到 所以 我點在這個地方 會一次建立了 三個聚合線 一個月亮 跟兩個圓 都幫你建立了 它一次會建立了 三個聚合線 所以 總之它就是點在中間 它就幫你重新描一份新的 那重點是原來的不會不見 為什麼一直想到這個 因為等一下我會講面玉 面玉是原來的物件會不見 它被轉換掉了 這個是重描一份新的 好 那 第二種方法是建立邊界 叫做bundry 用玄的 它叫用玄的 雖然大家都有重疊 你可以跟它講 我今天只想要這個圓 跟這兩條線為邊界 那我就不要管其他的 知道嗎 所以它就只用這個圓 跟這兩個為邊界 為邊界之後 你再跟它講 你要誰 所以現在是不管這個小圓 所以我點在這的時候 有沒有 是不是就不管那個小圓 那我建立的時候 就 真的只有這個 因為我剛剛就跟它講 我只要偵測它跟它跟它 不偵測小圓 所以這個你自己可以做做看 我右邊這個做法是正好相反 bo的時候 我還是跟它講說 它 它 它是邊界 圓不要 小圓不要 但是我選這裡跟這裡 是不是我就建立了這邊跟這邊 對吧 好 這樣很容易理解 那 這個面譽是說 bo 預設叫 畫一個新的聚合線 預設是畫一個新的聚合線 那你也可以跟它選面譽 選面譽它一樣去做 做出來之後 看起來 都是一樣的 它也是做一個新的出來 但是這個東西叫面譽 面譽的意思就是有面 所以你可以換一下這個 如果今天把它換成概念 你會發現 線還是線 沒有面 但是這個是不是有面 它會被做成面 所以在bo裡面 你可以選 我要畫出來的新東西是線 還是我要畫出來的東西是面 就是這兩個意思 那只是我們可能大部分會選線 因為面的部分現在還沒用到 後面我們講3D的時候才陸續會用到 那來 所以我一次把它講完了 先試一下 bo 啊如果想看得到面 請你切到 概念 啊 要回來的話選2D線架構 這樣就回來了 對吧 先試一下 來試一下 來試一下 劇場 劇場 劇場